已經行之有年的 校園電力溝通宣導 每年都在各大專院校 和高中職舉辦 今年用活潑詭諧的短劇形式 讓學生們更輕鬆的 吸收電力相關資訊 活動現場也充滿了 年輕學子的歡笑聲 復興商工忽然停電了 怎麼辦很危險 很多話會被偷走 怎麼辦 我們一定要先去檢查總開關 檢查總開關 檢查總開關 有電了 謝謝 除了短劇教學以外 現場也請來多位接電達人 向大家分享自己的省電心得 和PayPal 希望能夠在分享的同時 帶動更多人隨手節能 輕鬆做環保 就是睡前正常一定要關機 然後像我自己也會買 那個延長線 然後延長線的話 就是每個延長線都會有一個開關 就是你現在用不到什麼東西 就把那開關關掉 對手關掉 校園宣導在有獎爭打活動中 完美化下尾聲 電力教育需要從小砸根 藉由這個活動 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學生 對電力有正確的認識 台電公司台北報導 網站到您的理工 為導 commandments 並按金平綠 踢增 解開 ك subtman 看 紅電力知道 感谢观看